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是兔北姿 我是賴正凱 我是二寶爸 在華人的觀念裡面就是 什麼都要補 因為不能讓孩子出在起跑點 但這樣子補真的有用嗎 那我們這次請來就是 十全大補媽媽Kitty 哈囉大家好我是喬媽咪Kitty 其實不是在這個年代 在我小的時候 我爸媽就是能補給我盡量補 像我之前有補過爸爸 欸 我跟你講一個是正常 我們同一個年代的 對對對 那你在小的時候應該跟我一樣 有有 是時候一定要講清楚我同一個年代 算同年的 對 他看起來還比我小這樣 對 我比他小大概三歲之類 OK 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現在爸爸媽媽真的都是用心良苦 在那個年代 在我們那個年代就是 正常 對 你沒有補 還會被同學笑 欸 為什麼你沒有補習 對 對 然後下課補習 像我以前補畫畫 那為什麼沒有補 是因為當初那個老師 跟家長 搞上床 然後我 然後我媽就覺得 不行不行 我兒子不能在那邊補習 後來又去補書法 就補一補那個老師的媽媽就是 老師的老婆 就在家裡親生 然後我媽就覺得 我怎麼笑了 然後就覺得 對 那個 這個是很難過的事情 然後我媽就覺得這個是兇仔 我兒子怎麼可以在那邊寫書法這樣 反正我就補了很多習 但補到最後我媽其實很早就認定一點 是我其實在功課上面是真的沒救的 對 我真的念國文數學英文之後 作文比較好一點 其他都真的是補 作文很好很難耶 就是我喜歡 因為我小時候喜歡看書 然後加上我會參加什麼演講比賽 所以作文是因為這樣子開始會寫 還要補空手道 然後換來是念體院嘛 好 對 就是因為空手道一路打 就是空手道成績還算可以升學 就這樣子真的 所以我就學從小 這樣這樣我打個岔 所以你是體寶生嗎 對 我是體寶生 因為我女兒在小時候的時候 是有不好的印象 他大概在 他很溺過水 對 一歲多的時候 被他爸爸丟下水 蛤 不是有很多父母都覺得小孩丟下水 這樣子這樣子 這是外國影片吧 就會游泳 他爸直接讓他滅頂 他已經就是這樣 我就說不行不行 我趕快把他抱起來之後 我女兒從那一天起 他看到水都哭 幫他洗澡的時候也很麻煩 會哭 所以洗澡的時候 我們幫他洗頭的時候 我們不能直接沖 有些小孩子很棒 是可以直接沖 對 我女兒可以 我女兒是要這樣子 一直向後 然後一直要不停的 拿毛巾碰到臉 他到現在 其實連看牙科 不是有那個 水水水 哭 也會怕 那游泳怎麼學 你用你找方式 我一開始 因為團體課 送他去哭 就是全班等他在那邊哭 也不行嘛 那我想說那就請 因為我們家的社區 是有游泳池的 那我想說請教練回來教 因為其實請教練我比過價錢 有找認識 其實算是划算的啦 欸我跟很多爸爸媽媽講 找任何上任何才藝課 都要比價 而且一定要問很多熟人 不要覺得說比價很丟臉 比價才會找到更合適的價錢 還會上到更好的課 這是一個小叮嚀 叮嚀 然後我幫他 可是我一開始我找游泳教練 我不是 我是找陪友哥哥 不是你在自己想要 對 不是有一隻Hitamil哥哥 喔這個六塊肌 好你 這個不行 明明就打網球 叫他來學游泳 對然後他要身高體重 媽媽你這樣子 先看找沒有啦 穿紅色三角褲 對體專的學生 不是啦 喔 沒有就是正常 我是找認識的 就是哥哥 然後問他說 你願不願意先陪他玩 然後我買了各式各樣 你知道那種網紅的游泳圈 就什麼一個天鵝 蛤 天鵝啊 然後陪陀陀讓他先坐在水上面 玩水 然後這樣子這樣 一直在那邊玩 玩到他OK了之後 到了去年 才開始 找游泳教練教他 所以你是拉長很長的時間 我拉了一年 游泳哥哥陪他 細水 等一下 這什麼畫面 我 我 然後媽媽在旁邊一直拍照 對 然後每次 喔喔喔喔 不是 每次播朋友都說 哇那游泳哥哥 你怎麼都拍那一大包 沒有 我的游泳哥哥長真的帥 吳彥竹 他好像吳彥竹 我覺得你是完全歪樓 沒有沒有 我沒有看外表 是剛好他長的帥 然後我的朋友 每次那種Gay的朋友都說 哇這個哥哥身材好長的帥 害我都po的時候 開始都截掉了 我真的不相信 好我們先講 所以是你自己去詢問 然後能不能 對 不是說本來就有這個職業 也是你比較問出來的 你知道有陪讀姐姐嗎 我知道陪讀姐姐 陪故事姐姐 還有陪桌遊的 這我知道 那你就把他這些研發成有陪憂哥哥 所以也是你去慢慢的 挖出來 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問 就是開始問朋友說 你知道有陪讀的嗎 而且其實像現在LINE的群組 有很多是不同社區 比如說 石牌群組媽媽 你可以上去問 是喔 有這種東西 然後士林群組媽媽 粉絲團那樣子找 社團這樣找 對就像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需要 到時候要提供給大家 好 對然後你就去找就開始問 或是問身邊的朋友 你可以比價錢 而且有時候是分區域 其實我覺得啦 一定要跟大家講 每一個才藝班 或才藝課都有試上 你可以先從試上 全部都用試上 不要一次買課 而且要記得 小孩子不是每一個孩子 都可以上12堂到24堂課 千萬不要一口氣就先買12堂課 這跟去健身房一下 買一年的會費是一樣的 對所以你就先試上 不要害羞直接問說 我們要試上 就是試上一堂 然後就跟學校講說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興趣 我們先上完這一堂 如果他想要的話 你再買 可是也不要買24堂 一樣都是以最少的堂數去買 因為一開始他會跟人說 你24堂除下來比較便宜 那你要是上12堂 這樣子一堂比較貴 那媽媽就覺得 那我就買24堂 其實他剛剛我們Kitty有講到 所以先不要 而且不能退費喔 對 是不能退的喔 到時候你只可以浪費掉 或是你可能就像我說的 在那種賣的群組變成轉賣給其他人 對 所以其實你在找這個東西 蠻厲害的 我覺得要比價 因為可能是媽媽比較屬於菜籃組 我是 我很會比價跟殺價 看不出來 是啊 我是那種人 會不會有旁邊 觀眾講說他奧客留言 對 然後底下開始說 就他殺我一半的價錢 沒有沒有 我只是分享 然後還叫我穿紅色游泳褲 分享經驗 告訴說爸爸媽媽媽 真的我們要貨比三價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你要先知道你的小孩的興趣在哪裡 像我覺得才藝課的部分 可以提前讓小孩子去上 比如說像我女兒是一歲四個月的時候 我就讓他先去嘗試一些感覺統合 或是一些運動足球 然後一些 一些感就是一些啟蒙的畫畫 然後你從中了解他喜歡哪個部分之後 再針對他那個部分去加強 而不是你你一窩蜂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父母 我們應該這樣說 因為現在的媒體 就是很多 就是一些網 比如說IG或Facebook 大家會看人家學什麼就去學 不要跟風 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孩子 我聽你說你小孩補過 至少有11種的補習 對 補才藝就很多 你有補過哪11種 有砍掉過 我覺得有一個還不錯 昆蟲課 什麼是昆蟲課 就是你就可以體驗摸手工 然後一些蛇 一些就是 手工是一個蜥蜴的那個 對啊 手工就是 反正就可以讓 因為現在 比如說烏龜啊 因為現在小孩其實蠻多 都很怕昆蟲類 對 我就是 對啊 所以你讓他從小接觸的話 可以訓練他膽量 而且對於以後的生物課 那些自然課 都可以比較上手 然後網球 然後還有主辦課 主辦課 對 主辦課他是全美語的 就是做個點心啊 訓練他切東西 然後老師是講英文的 老師講英文全英文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其實對於小孩子 英文學習幫助上 大小腦的開發跟肌肉 其實都是非常好 這是課程我第一次聽到 英文做菜課 很棒 我很推薦大家去上 只是在價錢上面 比較沒有那麼清明 我可以感覺出來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把它想成是 他可以學到才藝主辦 又可以學到英文 一曲兩得之下 我覺得你是可以考慮的 雙補習啊 就是一堂課裡面 對 然後還有什麼 音樂可以學一個 可以接觸 因為我覺得音樂是訓練 他的音感跟律動 對於未來以後是有好的 因為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有很 比如說我這樣說好了 學音樂的小孩子 氣質也比較夠 還有穩定度 因為現在的孩子多半都會 我不知道你小孩有沒有 我的女兒就專注力不集中 我覺得我未來小孩應該會啦 所以你在學音樂的時候 他必須是要很專注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是可以去學的 然後還有就是最近大家講的 就是空間概念的東西 像樂高這種 然後 這有 對 然後圍棋 就是訓練他專注力 那如果像我自己女兒是 注意力不集中 我就會針對在於體勢能 體勢能學習是可以幫助 注意力集中的 嗯哼 是我們有問過專業的人士 所以我女兒就是我讓他網球 網球也是需要大量的專注力 嗯 然後像如果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的話 乒乓球很棒 喔他一直盯著這樣看 對我是覺得運動一定要給小孩子學 無論男女 男女 無論就像你有學空手道 我小時候學國術 嗯嗯 對然後我現在也是跟我女兒一起學 就是網球 還有就是親子共學很重要 喔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文章 他們沒有說 欸我讓我的小孩去學畫畫 其實爸爸媽媽不是在外面滑手機 就是時間到再來接 不是 那親子共學其實當然是變成說 父母要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其實你不要說花很多時間 我覺得自己的孩子 你如果你從小讓他人文培養 你都是參與 他小孩子很注重一個參與感 尤其是像在六歲以前的小孩 更要陪伴 陪伴勝過於任何的才育課 你在陪伴他上面的時候 你跟他就是 他有覺得 爸爸媽媽有讓我一個參與感 而且你也跟他一起學習 其實對於你們以後未來親子關係 是會更密切的 有公共話題啊 對啊 至少有公共話題 而且他可能去上課跟同學講說 我媽媽也跟我一起 你知道就像我女兒都會講說 我媽媽一起 所以他的同學都會跟我媽媽 不是同學都會跟我女兒講說 你媽媽很棒 因為我都是參與的 像學校的任何的活動 我都參與 然後小孩子的 你不要覺得累 因為其實有時候一些才藝課 像小小孩才50分鐘嘛 40分鐘 你陪他上一下 其實你就在旁邊 就是只是幫助他 也不要造成老師的困擾 因為其實更小的小孩 在上才藝課的時候 其實是失控的 家長反而要在旁邊幫忙工作 我剛剛聽到Key有講一句話就是說 其實在六歲以前 陪伴勝過很多的才藝 這點是爸媽可能要注意的 陪伴小孩去學一件才藝 一項才藝 遠勝過於你花大錢 讓他自己去學習 當你在陪伴的過程中 如果小孩學到一半 他不喜歡了 你也不會認為說 這叫半途而廢 你會覺得 這是陪著小孩去多認識自己 發現他自己喜歡什麼 跟不喜歡什麼的一個過程 尊重小孩的一時興起 也尊重小孩他的喜好 我是蔡卑茲 我是賴政凱 我是廖寶爸 我們下次見 終於等到補發6000元了 想好要怎麼花了嗎 去運動 吃大餐 還是買東西呢 介紹你一個 花小錢又可以賺健康的PayPal 現在就是 新北國民運送中心 把6000塊錢 花下去 4月 只要加一元 超多運動優惠好康 5、6月 登入發票 抽iPhone 6月 消費滿額 送新北壁 6000入帳 運動中賞 不要再猶豫了 運動最健康 7月份 1月1日 1日 2日